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 小英總統跟副總統 賴清德 今天都去打了高端疫苗 打了第二劑 那麼小英總統 他說沒什麼感覺 而且他馬上有很多的行程 換句話說 感覺上他沒有任何的不適 但是今天朱立倫就馬上問小英總統說 你要告訴國人 打了高端那怎麼出國 因為美國並沒有同意高端 那麼日本也沒有同意高端 所以這個問題 今天有很多藍眼的朋友在問 另外是高端到底抗體怎麼樣 這個四叉貓他去打了第一劑以後 他隔了十五天去驗抗體 老實講那個抗體表現並不理想 所以給我趙薩康笑 甚至給柯文哲笑 可是隔了三十五天後 四叉貓再去驗第二次 哇 這一次不得了 抗體竟然增加了二十五點六倍 那大家網路上就在問 那趙薩康你怎麼不站出來講講話 這個為什麼柯文哲兩種結果 他有一百八十度不一樣的回應 今天我們要來談到底高端的狀況 跟政治人物的心態 那另外是立法尼看起來明天並不平靜 因為明天是禮拜五 也是立法院的院會 因為陳玉珍又帶了折疊床 去把門口擋起來了 他已經要睡在那裡 這個 那這個可是呢 今天國民黨開兩點 一點就是說 後面問 立法尼後面問 這個提早開了十秒鐘 十秒鐘 另外 立委的這個交換質詢 這個事情是 這個立法院跟行政部門在搞鬼 這樣有無理取鬧嗎 這樣有耍賴嗎 國民黨這樣要杯葛到底 有沒有道理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是國民黨在民調裡面 台湾民地基金會 他反而掉 民進黨反而生 朱立倫他這個求同遵義 張國台辦出來說 完全不甩他 結果今天人家問他 他竟然落荒而逃 他說他沒聽到 我們今天也要來看 國民黨一直質疑 說民進黨這人不敢說 中華民國 不敢拿國旗 那到底今年的國慶有沒有 日本的新首相岸田文雄 那麼他當選了 但是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他跟台灣很有嫌緣 對他爺爺開始 那另外他也真厲害拚就 他跟什麼人拚 外拚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那中國的停電危機繼續擴大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追蹤 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的理會 劉兆豪 劉委員 黃毅哥好 大家好 政治學的教授 范士平 華老師 黃毅哥好 大家好 這個醫師 林靜宇的醫師 黃毅哥好 大家晚安 以及律師 黃帝遠 黃律師 黃毅哥 大家好 知識的媒體人 王時期 大家好 好 也是知識的媒體人 康仁俊 黃毅哥好 大家好 那待會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賴宜中老師也會加入 那首先我們來看是小英總統 那今天去打疫苗了 小英去台大醫院的體育館打第二劑 那他說他這個高端疫苗 要安全 有效 合法 而且符合科學標準 才會這個給大家打 那他說上一次打完 他沒有不舒服 手臂有一點點痠痛而已 換句話說 副作用很低 那接種完以後 他向護理師問說 這樣就結束了 那今天打完第二劑 他說我現在精神很好 要繼續展開今天的行程 等一下要去新北市的板橋 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所規劃的兩處設宅 基地 洞土 換句話說 他打完之後 依然體力 精神都很飽滿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早上七點十分 小英總統提早現身 台大醫院體育館 看起來精神很不錯 上個月二 三號打了全國第一針 高端疫苗 如今四周期滿 現在三十號進行第二劑高端接種 這回的醫療團隊依舊是原班人馬 施打護理師 由台大醫院門診部 代理督導長 溫慧敏親自上陣 小英總統也秀出左手臂 短短五秒內完成接種 就這樣結束了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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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疫苗接種卡 向國人報告的自己已經打完兩劑 更不忘比出OK手勢 全程只花了七分鐘 一個小時之後 小英總統在臉書PO文報平安 表示施打過程很順利 也不痛 說自己精神很好 展開一天行程 來 施打 決定上你第一劑是施打 還有30秒 副總統賴清德同樣在7點30分 抵達台大體育館 第一劑高端施打 在上個月27號 同樣符合第二劑接種資格 護理長秀出疫苗 代表原廠開銷 賴清德一臉輕鬆 還直呼沒什麼感覺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因賴兩人用行動力挺國產疫苗 就連阿仲部長也表示 家人都打高端 他才跟我兒子打的是高端 他在反應非常的輕微 其實那天晚上有點怪怪的 兒子的部分打完之後有什麼感覺嗎 他好像沒有 第十輪疫苗提供高端疫苗第二劑接種 十月三號早上十點開放預約 十月六號進行接種 截至二十九號 臺灣第一劑疫苗覆蓋率為五十四點六三 要繼續衝高疫苗覆蓋率 因賴兩人第二劑高端再打頭症 後來這是這個總統打完了第二劑以後 那麼朱立倫馬上問 請總統告訴大家怎麼出國 來 劉偉怎麼出國 通常是要坐飛機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出國現在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項 現在沒有一個國家說 你一定要打到什麼樣的疫苗 你才可以進入到國家 現在差別在隔離的時間的問題 不是說你打得高端不能出國 這是這是這是不對的一個描述 但是現在的日本現在是 目前是狀況是這樣 但是不能 我們還是在努力當中 衛福部還是在我們國家 是在努力當中 希望能夠跟日本政府來 取得一個協商等等 他認可我們高高端的疫苗 他的效率等等 所以是希望能夠整個隔離的天數 也能夠加以要縮短 劉偉 我們要實際講對美國有選擇 他說十一月一號開始 他要執行所謂的疫苗護照 就是美國那三種疫苗之外 那他說十一月之前 他們還會再宣布 有哪一些疫苗 可以 但是沒有 現在還沒有講 有沒有到有沒有高端 我說如果沒有高端 這表示你打高端的人 就不能去美國了 那這樣就是說 因為美國現在整體的政策 還沒有還沒有完全的明朗 所以我們目前還是在進行了解 跟努力當中 但是我們看到國際上還是有一個高端的正面的消息 包括歐盟其實他也核准了 在高端在歐盟開始進行第三期的試驗 我們用免疫橋接的方式來接進行試驗 另外WHO也贊助把高端列為他第三期的 在整個試驗的一個名單裡面 而且贊助他在哥倫比亞進行四萬個人的臨床的試驗 所以說高端他在國際上 他這樣的用的他的效率還有他的使用的方法 其實還是會獲得一定的注目的程度 所以當然他要獲得更多的國家的認可 當然還是要有一段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這一段時間不必要 在臺灣在用政治上的一種口水 用政治上的扭曲 那就完全的抹煞他在在整個防禦上的一個貢獻 我覺得再要一段一段把它說清楚 才會 才會還原這整個狀況 臺灣目前的話我們施打疫苗 但莫德納目前比較缺貨 但有BNT也陸陸續續來 有AZ有高端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那個權利 有自由去選擇 選擇你喜歡 你想打的疫苗 那我覺得打每種疫苗 我們彼此應該尊重也應該祝福 那或許 如果真的說好 我如果打 我是打一高端 那我是打高端 對 那我禮拜六要去打第二劑 那可能就是說 好 日本如果照這個規定去走的話 他還沒有變更之前 如果我要去日本 那可能要多隔離四天 多隔離四天 那我也知道 那其實也是一種我的一個選項 我用一種選擇 我自己的選擇 但我覺得這樣的選擇 應該彼此的尊重 不需要用這樣 用這樣完全抹煞的 這樣的角度 來面對我們的國產疫苗 方老師 你兩劑高端打完了嗎 要準備打第二劑 準備打第二劑 什麼時候打第二劑 大概就是最近吧 那你可不可以打完之後 你出國去幾個國家 告訴朱立倫 給他一個答案 對 其實剛才我們委員已經講了 就是包含歐盟的EMA 也接受 就是他的藥品管理局 也接受了我們的這個免疫潮接 然後包含像我們的友邦巴拉圭 實際上他在八月二十八號 我們就送一批藥去一千人 要做第三期的實驗 另外我們看到了印尼 已經宣布接受我們的疫苗了 然後包含在這個月的三號 越南的衛生部 他也跟我們說要進行臨床實驗了 所以你看越來越多國家了 所以如果我因為打高端疫苗 沒辦法去日本的話 我在這邊要嚴正的 可以去 可以去 不是不能去 多隔離四天 對 如果要隔離四天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當然不會去了 那我要嚴正的告訴日本政府 這是嚴日本將會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為什麼 因為我去很會消費 而且日本政府將付出慘烈的代價 而且這是嚴重破壞台制關係 我要正告岸田文雄新任的總理 如果我沒辦法去日本的話 或還要去隔離四天的話 這是讓兩千三百萬人 都感到極度憤慨 而且包含一億日本人 都會共同反對 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不要玩火 我覺得我後來是 後來是華春瑩上升 我相信不會 因為我相信 台日關係這麼友好 而且我們的疫苗 事實上就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還一起合作 那你去日本到底有沒有花錢 我換了很多日幣 多少 暫時不能公靠 我怕我入不了海關 帶太多了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我相信 為了日本的觀光產業早想 我相信日本會承認的 台灣人最喜歡去日本 如果我們打到高端 那邊沒辦法去 或者去的要收到很多限制 那我相信會很傷台灣人感情 而且日本的觀光業 也需要我們台灣的援助 我相信台灣人去日本 一定是買好買滿 吃好吃滿 所以我覺得 我看的那一天越來越近了 因為我們都可以打到第二劑 那日本的疫情慢慢在下滑 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說 未來台日之間進一步的旅遊的交流 是指日可待的 我們期待這些來致 可能性還是不大 因為我們去那邊 至少要隔十天或十四天 回來再十四天 誰願意去度假幾天 然後被隔一個月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日本宣布 二十七號宣布 十月一號開始 也就是明天開始 就要符合完成疫苗接種條件的人 居家隔離期間 就可以從在日本十四天縮短到十天 那第十天你篩檢 呈現陰性 就可以解除隔離了 那目前已知放寬邊境的疫苗 有BNT 有莫德納 還有AZ 那你只要持有接種證明 就可以了 兩劑 那臺北市議員有所謂國民黨籍 他說相信政府施打高端疫苗的幾十萬 數百萬 其實沒有數百萬 現在我知道好像打了七十幾萬 七十幾萬 接種高端的民眾該怎麼辦 這個我們的指揮中心有回答 這個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想說 在高端這部分 像是資格認證的部分 我們可以再提供資訊給日本 我們會跟他再溝通 來 施琪 本來就是他又不是跟你說 日本我現在只開放了三個 然後我這輩子就只開放三個 說那個東西本來就是根據科學的數據 然後會有滾動式的修正 否則只能打這三劑 那其他世界上還有其他廠牌的疫苗的 那怎麼辦 不可能日本人永遠都不讓他們進去 那更何況高端 其實在這段期間裡面 他已經逐漸的在露臉 在進步 他的合作的對象 他第三期是實驗的 這一個國家也越來越多 那如果朱立倫要提出這種疑問 怎麼出國 我跟你講印尼可以 印尼本來就可以容許高端 打了兩劑之後 你去那邊是不用隔離 對啊 那已經有國家跟你擺明了說 對啊 我們就是承認高端兩劑 那請問朱立倫 你都沒有看到嗎 不要這樣子用政治的口水 一直去抹煞臺灣自製疫苗的努力 說這件事情足以讓臺灣在國際上面露臉 那為什麼要不開心呢 哪一個國家裡面的人民 會對自己國家生產的疫苗 然後不斷的抹黑 不斷的看到你失敗 就是我心頭的快樂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呢 所以高端今天打入印尼 明天可能打入其他國家 這件事情值得全臺灣人鼓掌稱慶 怎麼可以說 你看吧 我就知道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印尼 印尼這個有說他們目前接受 境外施打疫苗十二種 包括臺灣的高端疫苗 那申請者的國籍選項 他這裡寫臺灣 對 而且給的是國籍 印尼OK 但是我想不通就是印尼 為什麼也要草菅人命 對啊 印尼真的是太可惡了 對國民黨來說 他們一定會這樣子做批評 那我覺得很悲哀的是說 這種疫苗的事情 本來就是用科學來驗證科學 不要用政治來驗證科學 它是一門專業 那你不要用政治去抹煞了 科學上面的專業 不要這個高端 只要有任何的進步的時候 假裝沒看到 沒事發生 然後有任何一點點風吹草動 你就你看吧 高端就是不能出國 高端就是好爛 高端好爛 全臺灣人都沒顏面無光 你也一樣顏面無光 你是在爽什麼 我又不懂 日本他現在說好 他們國內打的那三款 可以入境隔離的時間比較短 說不定即將接下來高端也會納入 因為日本現在自己在研發的疫苗 他們也要用免疫橋接 那同樣的高端也是免疫橋接 而且用免疫橋接 我們的數據如果這麼好的話 接下來我認為是一個樂觀的走向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不是應該更努力的幫高端加油嗎 那所以這個事情 我覺得就是近代 他們的這個政策上面的調整 我認為會有好消息的 好 這個陳時中部長 今天接受周育寇的訪問 他說周育寇跟他說 接種高端的人 現在常常備校 不能出國 陳時中也笑說 目前臺灣沒有被其他國家限制 劉委員剛剛有說 那對於國產疫苗 他說好的東西經得起考驗 顯然他的心目中高端是好東西 陳時中說 國產疫苗並不是一時的事情 經得起考驗才能夠發光發熱 他說他的牽手跟他的孩子 也都是打高端疫苗 而且他說不是我逼他們的 是他們自己願意的 他說以國際情勢來看 高端會受到肯定的 而且肯定會越來越高 他說時間會證明一切 那我現在就想問說 如果有一天高端都被國際肯定了 那趙康跟就是藍營的朋友不曉得會講什麼 他們就直接不要說話而已 買票 他們就直接不要說話而已 因為他們已經基本上像從之前他們黑AZ 後來會黑莫德納 搞了半天像現在前一段時間 BNT接種打BNT 他的程序複查成那個樣子 你覺得他們有出來講一句話嗎 沒有 其實我要說 他們偷偷去打 就是說陳中部長 他講說高端未來很經濟 其實考驗有幾個 我覺得非常確定的事情 第一個 他的疫苗到目前 打到目前為止 研究的那個抗體濃度 我們認為很不錯 我們在科學數字上都認為很不錯 因為他都是有上國際期刊的 第二個事情重點在 你看總統他講的一個重點 接種完我可以正常上班 這個COVID-19 這個疫情你未來啦 未來每年打一支搞不好 都是必要的事情 結果你每年要打之前都很怕 我會痛三天躺在床上被火車撞三天 沒有人有辦法承擔這種事情 而且你看高端 我們做那種一支計型的 跟BNT那個要什麼 上下搖十次抽一點八CC 打進去打出來抽零點三 你這個那個疫苗的複雜度 跟我們這種單支裝 倉儲成本減低 很多這種問題 差別真的不能比 就我們這邊其實高端的競爭力 相對非常的高 所以未來他的競爭力 我認為是好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真的 到時候就很幸運再講 到時候全世界越來越用 這個人就點不點 他當作沒這件事 他當作台灣人腦子的那個 所謂的記憶力跟金魚一樣 只有幾個小時 高端的總經理 陳燦堅今天有受訪 國際媒體訪問 他說他預計明年要拿到三到四個 緊急使用授權 其實我想 然後要生產一億劑 其實再來 我覺得他不只是拿緊急授權 他再來會拿藥證 藥證 就直接拿藥證 那剛剛提到說去美國這件事情 我補充一下 去美國現在狀況是因為全世界 從去年開始有三十三個國家 包含中國包含巴西 是不能進美國的 你不論打過疫苗 沒有打我都不讓你進來 因為你是這個國籍的人 那因為拜登政府 他們是所謂 大家講你的人權嘛 人家打完疫苗 為什麼不讓人進來 所以他去談那個說 接下來打完兩劑疫苗 可以進來 這些國家我開放你進來 他是屬於一個鬆綁的狀態嘛 那臺灣現在能不能去美國 你現在臺灣 你在臺灣完全沒有打過疫苗 能不能進美國 可以 因為我們疫情控制很好 那你要講說 我們現在本來就可以進美國的 你現在改了一個政策 讓那三十三個國家 可以進來 打了疫苗可以進來 結果你這個原來一百多個國家 本來沒有打疫苗 也可以進來的 我變成要求你打完才能進來 這個邏輯有點怪 林醫師 不好意思 我請教你 因為十一月 因為美國有說 十一月一號之前 他們會宣佈再增加 哪一些疫苗可以進去 是 假若有高端 你覺得他們會怎麼說 他們就會講說 我那天搭計程車 還有一個計程車司機跟我說 我跟你講 那是因為高端的背後 是美國的軍火商 所以我們都要聽他的 你都會找各種理由你知道嗎 所以那已經不是科學論證了 我最後補充一個事情 現在全世界接種最多的是哪一家 科興 科興人家有承認嗎 世界衛生組織無 但是美國有承認嗎 日本有承認嗎 歐盟也沒有 所以其實國內藍營朋友一直講說 臺灣去不了 臺灣去不了 不好意思 如果你們這樣講 請你們考慮一下 你們的友好的中國的這些 我們講中國大陸同胞們 他們只打了科興 這輩子都去不了美國嗎 那我請教一下 任俊雄 因為日本就三種 BNT 莫德納 AZ 日本俄國是史普尼克 那中國是科興跟國藥 那兩個國家加起來 大概十六億人 對不對 都不能去日本 我看他們八成應該也是什麼 這樣叫革命 而且按照如果按照這個部分人的這個邏輯來講 他們現在應該準備要不只革命 應該推翻政府了 所以我覺得各國在每一個不同的階段 一定有他的這個防疫的政策 包含到剛剛所提到的疫苗護照這件事 其實在最早我們打疫苗的時候 就有人開始會有在質疑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本來就是 民眾本來會去往這個方面思考 我覺得這是正常 但現在回來就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滾動式的 陳如剛剛所提到 就是說有那麼多的國家 大家都在打不同的這個疫苗的狀況 你說美國第一時間 他以他自己的國內的狀況去評估 他能夠認可的疫苗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樣太大的問題 我們當時在提供疫苗選擇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人就談論過這件事 也就是當時他會質疑講說 我打什麼疫苗可以出國的時候 所以在做選擇權的那一剎那 我覺得當大家在勾的時候 是有考慮過自己的狀況 也就是我如果要出國 我可能在那個街頭 我不會選擇高端 我覺得這是一般民眾最基本的 在當時選擇的時候 那如果在那個第一時間的選擇權 上面你已經做了這個選擇 現在來講說你看 幾百多人什麼東西都不能出國 現在是大家沒帶資助 每天你出國就對了 我不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是被放大的 對於政府來講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爭取的是 我們既然國家幫這個高端 我們給了他這個EUA 當然也希望 所以你看前一段時間有在談 就是數位認證的部分 希望我們在跟美國談的過程當中 同樣的你拿印尼來做比較 印尼一定有他的考量 比如說印尼有多少的人 在我們這邊生活跟工作 那他不可能說我為了打疫苗 他專程跑回去印尼 所以他如果有接種疫苗 基本上會在臺灣這邊 所以你看印尼 因為他的輸出勞工非常多 所以我認為相對的 他在疫苗的認可 這件事情上面 他會衡量他自己國家的狀況 而不會就是說我只有一支兩支 我就跟你過去 因為他有他實際會面對到的問題 為什麼那麼反高端 這樣是有什麼好處 我其實覺得他現在去反的這件事情 最沒有意義的是 我不相信所有這些藍營的支持者 或他們質疑的支持者 他完完全全都沒有碰高端 我其實不相信 你看他不斷地在調整他質疑的方向 現在他已經不調 他已經不去質疑 講說 煮下去 不會怎麼樣 他在反跟你質疑說出國是什麼 我真的必須講 當你選擇要打疫苗的時候 你選擇的場白 這是你第一個選擇 第二個是當你去打 去打完疫苗之後 你選擇要出國的時候 我認為其實你心裡面 應該是有一個數字 也就是說我不是不能都不能去到 最少到這個階段為止 你只是可能進去或者是怎麼樣的時候 你可能多個幾天 但是是不是就因此這樣無限上官說 不行 我就是care那四天 care那五天 我說真的 剛才弘宜哥也說了 我們現在如果要出國去算一個五天 去那不管你是十四天 十天好 算你五天好了 沒人要去了 你回來了要再十幾天 你認為多少人會在這個選擇 我不敢講都沒有 因為我認識的有藍營的朋友 他們其實就是出國去 對 那我不像你有錢有閒 你可以這個時間點去出國 然後回來你就拐兩禮拜 你沒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他們不要用自身的狀況 去檢視所有人 就覺得說大家都會用這個時間 既然開了 我就趕快出國去玩 我就趕快是這樣 我認為你放大了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任何意義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四叉貓 四叉貓的名字是叫劉宇 他是個網紅 你說看好了 全世界 我只示範一次 他說在兩個禮拜後 抗體暴增二十五倍以上 四叉貓 他是在八月二十三號 打第一劑高端 八月二十三 九月七號去驗 IgG抗體 結果驗出來抽血35.4 結果他施打三十五天後 第一劑他再去驗 結果暴增到從三十五點四 暴增到九百零七點五 抗體整整提高了二十五點六倍 四叉貓不禁興奮的說 這甚至不是我的最強型態 因為他明天才要去打第二劑 打第二劑下去 減肝沖沖滾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連線給這個四叉貓 四叉貓你好 嗨 有看到我嗎 有 你很容易看到 哈哈哈 好 四叉貓 請教你 先請教你 你為什麼要去 你為什麼要這個打高端 我為什麼要打高端 其實我每個疫苗都有勾了 但是就是勾了以後 最後那個他系統給我排到高端 我就去打 因為我覺得就是打進身體的 都是好疫苗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挑疫苗 所以有些人就會笑我說 你是愛國手臂你打高端 其實也沒有啦 就是我排到什麼我就去打而已 好 那既然打了 你為什麼想去驗抗體 想驗抗體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我這個人 也就是覺得說對自己身體做個紀錄 因為你知道我以前也看去數什麼椅子 怎麼樣的 看到數據的東西都會感興趣 所以我也很好奇說我身體抗體 會不會成長出來 第二個就是因為雖然說我們打了高端 對這個疫苗信任嘛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台灣很多那個 政論名嘴啊很愛笑說 高端是什麼食鹽水啊怎麼樣怎麼樣的 就是看久了也會擔心 也會悲一點也會覺得說 會不會真的沒笑啊 所以我也想去抽血驗驗看 讓自己心裡比較就是踏實一些 所以我就那個時候就是有選說 因為我有上網查知道說打完之後 14天之後會開始產生抗體 對 所以我就挑15天先去驗一次 對然後結果驗出來 結果驗出來很糟啊 驗出來就35.4啊 我那時候就有點難怪 所以我就說那個我 再隔兩週過後我還會再驗一次 結果出來是907.5 對好開心喔 那結果讓你的感受是什麼 抗體這麼多 就是覺得說我打高端是有效的 就是真的有反應 他不是人家笑說什麼食鹽水啊 打了沒抗體啊 你看打了以後 雖然說在我的身體就是 因為這可能因人而異啦 有些人抗體的成長比較慢 但是我等了一個多月 確實也長出了900多的抗體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是 高端是有效的 那你怎麼看趙少康 柯文哲起先對你的嘲笑 趙少康 其實我在節目上就 因為我上過他節目 我在他節目上面 都說我要去驗 我要去驗 然後趙少康就說 他就是他很不看好啦 但是就是他就以一個不看好的角度 在評論這件事 但是柯文哲就比較有趣一點點 你看柯文哲在一兩週之前 兩週之前他就是 遇到財閥核心這件事啊 那時候柯文哲我記得他講說什麼 那個 他講說人民有資的權利啊 然後什麼 他也覺得燕抗體 不是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啊 然後還有講什麼 還有被質詢的時候 他還有講什麼 他也覺得說 為什麼中央不給人家驗抗體 對 兩週之前他是這樣講的 好久過了兩週之後就變成說 啊四叉貓那麼愛驗抗體 為什麼不去報名人體實驗 說好的人民有資的權利 啊我就很好奇嘛 現在就變成說叫我去報名 那個人體那個臨床實驗 對啊 我會覺得說 嗯他轉彎有點快啦 快度180度轉變 對 對轉的有點快 是好 來 我想請問一下四叉貓 就是你第一次驗高 第二次增加了25.6倍 這中間你有沒有吃什麼 這樣的食物啊 然後幫助抗體增加 沒有耶 我什麼都沒有 而且我這個 而且我這個月以來還特別的那個 熬夜 因為這個月剛好有電丸 電動丸 某個電動丸去改版 然後這個月就跟人家打電動丸打了大半夜 所以我這個月就是過了一個 那個做期很不正常的一個月 好這個請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是四叉貓 他8月23號打第一劑高端 那九月七號他第一次去驗血 驗抗體 就施打後十五天 三十五點四 AUML 那九月二十七施打後的三十五天 第二次驗抗體是九百零七點五 我想請教一下林醫師 這個是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本來抗體就是慢慢上來 像之前我們講AZ也是一樣 打完大概過十四天到二十八天才會上來 所以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們有提醒過大家 你不要剛打完疫苗以為 你就成功護體到處就是不戴口罩 去跟別人接觸 因為抗體的濃度出現 就是你的身體開始體會到 我認得出這個東西 大概十四天以後 那當然啦 用這兩個數字來看說二十幾倍 這個只能 最重要的參考是在於 很確定你在接種完二十八天之後 抗體能夠達到有效濃度 定義是可以定成這樣 那至於那個數字去比說 九百多 六百多或七百多 這個意義上就比較不大 不大 對 九零七點五不大 單純一個人這種九零七點五 我們沒有辦法用這個來講說 有用或沒用 就像剛開始四三貓去驗 他他體重比較重 所以他的那個抗體濃度上來的 也比較慢一點點 這我們那時候就猜過 可能有這個現象 但是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講說你要過EUA 或者是那時候解盲 要出來看的時候 他其實有幾個 第一個你要跟同一個實驗室 去做出來的實驗 去做相對比 不同實驗室之間不能相對比 所以比方說四三貓在A診所去驗 有別人在B診所去驗 那兩個數字其實也不見得能夠相對比 但是至少四三貓同一個人 同一個診所 不同時間去驗 你可以明顯確定一件事 抗體濃度會上來 他的抗體會產生 這叫抗體濃度是不是 對 他的抗體有產生 九零七點五算很高嗎 算是高的 對 算是高的還是很高 我們要講那個很高跟多高 不是越高越好 你高到一個程度 身體的所有免疫細胞 全部都激化起來 對身體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傷害 像我們在講說心肌炎這種風險 就是你身體的免疫反應過強 而傷害自己細胞 所以每一個疫苗他接種的濃度 以及你多久接種一劑 他都是用這種研究去看說 我到什麼時候去打 能夠把你誘發出有效 可是又不傷害身體的那種抗體濃度 好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四叉媽媽第一次驗抗體的時候只有三十五點四 那這個柯文哲說自費又不傷天害理 沒有辦法理解中央 為什麼這麼怕人民做新冠肺炎抗體檢驗 等於是罰的是他們自己 臺北市衛生局罰人家 不是中央罰的 他說希望中央講清楚 對抗體要這麼神秘嗎 趙阿康說打高端第一劑有用嗎 衛物部食藥署高端公司應該誠實的告訴施打高端者 打了第一劑高端對阿法新冠肺炎根本沒有保護力 更不要說Delta病毒了 那是因為三十五點四 鄭麗文 自費檢驗抗體違法嗎 心中有鬼嗎 羅志強 如果高端真的很強 幹嘛怕人來驗 好了 現在驗出來 第二次是九百零七點五 二十六點五倍 那柯文哲的講法變成 四叉貓這麼喜歡做人體試驗 可以報名臨床醫學試驗 沒有按照流程 抽來抽去數據也不能判讀 所以就是別鬧了 變九零七叫做別鬧了 所以他覺得四叉貓你在鬧 趙薩康現在大家幫他打問號 不曉得他會講什麼 鄭麗文大家也幫他打問號 羅志強大家幫他打問號 我們等一下來請教來賓 那他們接下來會怎麼回應 那我們也感謝四叉貓跟我們連線 好 那麼恭喜台灣 因為疫苗越來越多了 在今天早上 台積電還有磁濟還有紅海去買的BNT疫苗 今天早上第一批來了 有五十五萬劑 那另外是在下午的三點十分 這個從泰國曼谷來的AZ疫苗 又來了六十五萬六千劑 這是我們買的 台灣的AZ疫苗目前已經到貨五百零二萬劑 那所以光是今天就來了一百二十萬劑左右 來我們來看Visca 首批客製化BNT疫苗清晨五點十分降落台灣 這批五十五萬劑先來 郭台銘還透露十月一號還有六十萬劑 四號還有二十多萬劑接力到貨 但因為中央配發疫苗延遲 北市BNT接種也延遲 導致十九間國中1.3萬名學生受到影響 除了學生感染風險增加 還尷尬遇上斷考週 學校形成大亂 現在恐怕全卡在一起 讓學校和家長都很頭痛 北市民生國中原本十月五號打BNT 因延遲 若往後延會和十月十四十五的斷考裝期 因此決定將十月二十號 原定要打流感疫苗 往前挪 十月五號先打流感 二十號之後再打BNT 那我們原來安排希望能夠儘速 因為大家都等很久 那因為經貨集成的關係 所以又晚了幾天 大家抱歉 而北市校園防疫鬆綁 柯文哲拋出十月五號起 有條件開放國高中校外教學 但條件是學生接種疫苗 滿十四天才能參加 但教團質疑北市輔射疫苗門檻 衝擊學生受教權 我們平常帶著孩子去參觀這些地方 我也不需要說打完疫苗 學校單位出發去參與 參觀這樣子的一個場所的部分 卻要接受這樣的一個規範 移出近三日內的快篩 或者是PCR的陰性陣營就可以參加 教團提出質疑 災檢費誰來付也是問題 而近期BNT將到貨一百四十萬劑 能否解決接種延遲問題 也得看風間速度和後續分配 跟不跟得上 抗體驗三十五 結果就趙薩康說 這個真的有效嗎 現在九百零幾 網路說趙薩康 你這樣不好聽 不要裝死 出來講講話 這樣 那這個說 連柯文哲態度也是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那畢明兄你怎麼看 四叉貓其實這個事情 他已經變成一個像照妖鏡一樣 前面他三十幾的時候 哇 有些人建立了欣喜 剛才宏怡哥講的 其實這一群人 他對於高端的這個黑 代表一件事情 見不得臺灣好 也就是說臺灣推一個國產疫苗 理論上應該是不分朝野 大家認為說國產應該要走向國際 那這一個應該是立場一致 但是有些人他認為說 你臺灣國產疫苗 我就是要讓執政黨難看 我要讓你這些所謂的臺派人士難看 所以他們的心態上面就開始攻擊 那四叉貓的這個抗體的兩次的檢驗 其實就很清楚說 讓這個照妖鏡一照下去 柯文哲就馬上跳出來了 就網友馬上發現說 哇 你這個態度轉變一百八十度 這麼明顯 頭前三十幾的時候跟你說 你人民有資的權利 你中央不要開法 其實開不開法都在地方權限 就是說照地方的衛生局 要不要去開法 其實柯文哲可以去做決定 他把責任推給中央說 你中央你看這個資訊要透明 高端要經得起檢驗 這個應該是趙少康 這一群人的立場都一樣 你看這個就沒什麼好 所以就只有三十幾 到今天暴增的這個量 趙少見一照下去之後 誰見不得臺灣好 其實從國際 剛才講到說國際上面 在看這個高端的事情 美國當時公佈的那幾支 就三支主要三支 是美國國內在打的 那些人馬上跳出來 你看高端不行啦 這沒什麼 美國公佈那三支 其實包括嬌生等等 這三支是美國國內主流 他已經講了 白宮的發言講了之後 連歐盟的發言人出來講說 要考慮一下AZ AZ是全世界很普遍的 美國一開始公佈 AZ早最多 全世界早最多 美國一開始白宮公佈 馬上國民黨跳出來跟你說 你看不高端 連這歐盟AZ AZ其他國家打的人 都出來爭取的 臺灣人如果是正常的臺灣人 這些國民黨的應該要出來說 你應該要我們高端也加入 跟歐盟的發言人一樣 美國的這個首席的這個防疫顧問 都還特別講說 那應該全球包括AZ 通盤考量 這個時候臺灣的立場應該要一致 說我們應該要讓高端加進去 日本也是一樣的情況 日本其實這一次公佈的這個範圍 其實也是日本主流的疫苗 而且它差別只有四天 國民黨的這個炒作是說 好像沒煮 剛才鳳余哥說的 沒煮好像不能回去 不是 它差四天 四天對於十四天 臺灣其實對於現在全球的邊境防治 是非常的嚴謹 嚴謹到說你看日本現在要放寬說十四天 變成十天 臺灣一律十四天 我們對美國一樣 美國現在說我現在開始研議說 哪些可以變得比較短 臺灣一樣 美國你回來十四天 不管你是哪一國人 十四天 臺灣的邊境管制是非常非常嚴謹的 那在這個情況 其實後續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 平等互惠的問題 也就是說 如果日本這邊說 那我要納入你高端 十四天變成十天的時候 臺灣對於日本課過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在防疫上面 這是科學 對 也有待驗證 但是臺灣一定有這樣的立場 但是我們看不到在野黨 在討論這個問題 他只跟你笑 高端不行 這不是一個認真負責 在野黨的態度 有道理 其實如果說美國沒有納入AZ 沒有納入高端 照理說反對黨 臺灣的反對黨 應該是最強烈的質疑美國說 AZ怎麼沒有納入 因為AZ臺灣打最多 對 但是他只講高端 而且在野黨 他們偷打AZ的人數也最多 好歹也為你們自己的黨內同志發個聲 結果也沒有 你知道這個高端被黑到什麼程度嗎 我有一個朋友打高端 他說他打完第一劑高端之後 他吃飯都矽腳慢咽 走路都特別遵守交通規則 他很怕萬一自己有任何的狀況 然後又會被人家黑一層 你看他打過高端 就是你說看這些政治人物 因為黑高端 然後使得打高端的人 要承受這麼多的壓力 想說我不要讓你們再繼續黑國產的疫苗 那個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真心覺得政治力 不要干擾科學力 就是讓臺灣能夠展現自己的生技科技能力 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要大家都共同來推動才對 你看這網友對柯文哲的疑問是這樣 說人民有資的權利 這柯文哲講的 抗體太多就不用知道了是嗎 還有一個說抗體高低對話說 看到時通過國際認證 還會不會再嘴啊 就是我剛剛問的嘛 然後他就說失誤惱羞成怒了 來 范老師 我覺得就是說在四叉貓第一次 這個打疫苗 做去做這個檢驗的時候 那效果不好 看起來三十五點四 你看趙濤康這些人 克文哲是往十里打 但你往十里打到最後物極會必反 當今天證明了 哇 達到九百零七的時候 他們這些人全部 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因為打得太用力了 那個反作又回力 回力飆回來了 打到他了 所以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這種草短線 事實上是不適合於長期的 對 你看那個台灣民眾黨 就是那個我們台灣民進行會 做那個政黨的好感度 台灣民眾黨大概二十到二十四歲 他是二十一點七趴 民進黨是二十三點五趴 事實上不差 跟民進黨沒有差多少 可是到了二十五歲到三十四歲 民眾黨從二十一點七趴 掉到十五點五趴 民進黨是從二十三點五趴 提升到二十七點五趴 就是說二十到二十四歲 這群年輕人 他們的確覺得克文哲很有意思 可是等到二十五歲到三十四歲 這些已經出社會的人 會覺得你克文哲 不要再玩那一套了 我們已經被你騙了八年了 過去你過去八年不是每天都在那邊玩嗎 所以現在那些已經二十五歲的年輕人 他們已經看破了克文哲的真面目 所以他的支持度快速下滑 所以我看到的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這樣一個年輕世代的支持的發展過程當中 看起來民進黨是比較持穩的 而是長期的發展來講是有利的 我覺得這個所有政治人物在評論高端的 這些抗體的這個數據的時候 其實克文哲是最有醫學背景的 他最明白說這個四叉貓 他去做檢驗的那個抗體所呈現出來 他背後的一個醫學上的意義 但是我當然他其實這個第一次的時候 數值比較低的時候 他不是選擇就是說 他跟大家說明用他醫學的背景 就說明說這個抗體本來就會慢慢增加 或者是這個抗體的高低一個人的高低的等等 他在醫學上的意義 一個人不準 不準 表示他有效 但是不能用高低 純粹數據高低來表示說 他一定是達到什麼樣的功能 他應該但是他不選擇這件事情 他不選擇做他不選擇用科醫師科P的角度來 去說這件事情 他是用一個民眾黨的黨主席 用一個見列欣喜的角度來說 這件事情 所以當第二次四叉貓去檢查 這個抗體多了二十五倍的時候 反而又變另外一個角度來 所以我覺得慢慢科文哲 用這樣的方式來評論疫苗的時候 也許短期內他可能獲得很大的聲量 但是民眾也其實質疑他的聲音會越來越多了 那跟大家報告我們今天打第一劑 到昨天我們的覆蓋率是百分之五十五點七 其實再差幾趴就百分之六十了 那有人講說如果到了百分之六十 我們可能會降為一級警戒 不過陳時中否決 他說疫情仍然滾動式發展 覆蓋率可能要再高一些才有機會 我猜搞不好應該要到七成以上 那最後跟大家講一個訊息 全世界 任俊現在全世界還在搶疫苗嗎 現在其實都還是在搶 搶 大家一定搶 因為今天我們的BNT才來五十幾萬劑 這樣大家還是搶 可是大家搶 科興竟然出貨銳減二十一%了 七月份出口額二十四點八億美金 八月剩下十九點六億美金 抖降二十一% 為什麼嗎 因為泰國停止打科興疫苗 開始買西方疫苗 新加坡 土耳其 阿拉伯林的大公國 紛紛削絕了科興改打西方疫苗 連中國控制下的香港 當局也在講不要再接種科興 要改打西方疫苗這樣子 那香港大學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教授高本恩說 輝瑞疫苗產生的抗體比科興多十倍 這是發表在赤戈針的這個研究 好 那等一下回來 因為為什麼討論這個方老師說 政黨的支持度 一個政黨也是就要理性 那你立法尼民那載 這個院會還要再抗爭 不平靜 焦土 那可是他們這樣鬧有道理嗎